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家学习CPR就是救人苦难给人希望 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 生命一失去所有的一切都会归零 而且生命一失去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重来 所以我们彰化县消防局还有我们全县的县民 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从民国95年开始 我们就推动CPR乡镇化 我们希望将CPR的救命数 这个宝贵的救命的技术 在全彰化县来推广 从我们彰化县26个乡镇市 583个村里 我们从点从县一直到面 能够来推广我们的CPR的救命数 我们预计在明年把所有的26个乡镇市都能够完成 那我们会从我们的村里 从乡镇市到我们整个的区块都补齐了以后呢 我们不只是一个有氧的乡镇 我们更是一个CPR有氧健康的彰化县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 我们感谢大家对CPR救命数 大家的投入跟支持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CPR的普及 及时挽救宝贵的生命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新的一年 大家能够更快乐 更健康 更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 张政长表示 那我们也祈求在我们县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共同来推动我们的CPR 让我们原因证明生命更有保障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 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现场 杨广好现场 推动我们的CPR活动 那我也祝今天的CPR活动圆满成功 也祝我们所有一位贵宾 谢谢厂市城 这也是您的幸运美满 感谢大家 谢谢 县长向在场的贵宾揭示 健康有氧乡镇CPR认证荣誉标志发表 将于明年初开始将以荣获CPR认证的21个乡镇市 逐一在乡镇市重要路口架设 CPR认证道路标志牌 不论是在地乡亲或是外地商旅游客 到我们彰化县都能获得安全的保障 公益频道陈文硕 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